哈喽,大家好,我是橘子 朋友们,心心念念的香肠终于发货了 从我们灌的第一天,他们下单了,就开始问 橘子,什么时候发货?橘子,我好想吃香肠了,什么时候可以 我们一般从灌到晾赛要15天左右 今天就刚刚好了 所以说今天先把第一批香肠给大家安排发抖 我们今年那个香肠还是用的那个牛皮籽 这样子能保证它的味道 然后除非有特别需要抽真空的朋友们 我们就再抽真空了 哪个是我们的? 除了对刚刚的那种,其他全是有没有的 哇,来来来,朋友们看一下 我看一下 那个是谁的 这个颜色好漂亮 主要是这段时间,太阳特别好 所以说晒的橙色也特别好 每年王苏瓜这个香肠 在他们这个压口上是远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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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远 我大王又种了那种七分钟 每年,每年多些,就香了他这个 今天我们还是采用最原始的方法 这样是在更大程度上面 保证它的味道无变 回来吧 来来来 你看看这个颜色 哇好香啊 我感觉我就喜欢吃这种肥的好香啊 可以先来一口 哇这个太辣好酥啊 嗯好香哦 这么白是吧 嗯 正常这要吃啊 有感觉啊 我也可以 我建议朋友们啊 也可以像我们这样吃的 这样子吃啊 特别有那个口感 老爸妈的穿套哦 嗯 我的也特别像 这个这个肯定要把它抬紧接 每天都是什么抬啊 看一下王叔放香肠的地方啊 这是比一个菜拐的是吧 嗯 嗯 嗯 每天估计要挂好的香肠快要上万斤哦 嗯 每天啊 好 啊 准备吧 可以 收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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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好了 今天的第一批香肠已经打包完了 就只管抓走了 今天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朋友们 这是轮功的啊 这是轮功的 所以特地要轮功的朋友啊 嗯 就 提前要托 对 但是抽出来的那感觉是没那么好 就是它的保证 它的圆子的原味 特别是我们今年这个啊 比去年可能也要老虎一些啊 因为很多朋友都说我们这个去年不老虎 现在我们这个麻绳 弄得长一些了 然后裹得更严实一些了啊 不断得干净吗 好了 下单了 香肠的朋友们就做得 再过两三天就可以吃到香肠了